我读小学六年级时,父母离了婚,妈妈没有固定收入,我被判点了爸爸。 逼婚不过一月,爸爸带回了一个比我奶还老,比隔壁里麻子媳妇还丑的女人。 丑女人带着和我差不多大的拖油瓶,叫娇娇。 娇娇坐在我父亲的腿上,娇滴滴地说爸爸,以前娇娇没想说过父爱, 现在你可要好好爱我和妈妈呀,真特么不要脸。 我妈年轻时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人。 盘正条顺,一米七的大高个,顶着一头大波浪,不知迷倒了多少小伙子。 我爸就是这众多小伙子中的一个。 我爸个头不高,皮肤有黑,家里八个兄弟,他排行第五。 故人称王老五,但和钻石王老五没半毛钱关系。 王老五兄弟多,家里穷,除了一张吹牛皮的巧嘴,没啥大本事。 但吹牛皮,脸皮厚,在追我妈的时候还有用。 哪怕结婚时只有一间往下掉灰的土块房,姥姥姥也反对得要上吊。 我妈还是卷上铺盖,义无反顾地和我爸住进了家图四壁的土房子。 果然,哪个年代的恋爱脑都很可怕。 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也要慎重。 熬没熬过青年之痒我不知道,但随着我爸辞了职,自己做生意开始。 他们的痒就开始了,三天小吵,两天大吵。 我妈本就是的心气高,脾气直得急性子。 可我爸赚了点钱的膨胀感也不惯得他。 直到我爸在度假村里,撞见了我妈和另一的男人的苟且。 一切都不可控起来。 至于是不是真的苟且,除了当事人,谁都说不清楚。 我妈是死否认,绝对没有的事。 就差一刀抹脖子,自证清白。 但我爸还是不信,自认为这个绿帽子,她是戴得板上钉钉。 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说和, 你们看,原来都这么大了,凑活着过吧。 谁家没点是老五媳妇,一个老五赔个不是, 以后再不这样了老五,男人吗? 胸襟大一点,这也翻过去了,她还是你媳妇。 没有的是,你让我赔什么不是我妈扯着嗓子, 激动地跳起来,就要和姑妈们掰扯一下。 看似说和,更像是嚼屎棍。 原本就看我妈不设眼的姑妈们, 怕不得自己的弟弟离了另取呢。 这世界就是这样,真正盼着你好的, 又有几个人呢? 大多都是隔岸关火,看热闹不闲是大, 连自己的亲人也不例外。 可我爸看不透,或是看透了,顺扑下驴而已。 就这样,我爸妈还是离了。 曾经打不散,吃糠燕菜也要在一起的人, 就这么散了。 我妈一直做家庭主妇,没有固定收入, 娘家条件也一般。 她不想我跟得她过风餐露宿的日子, 我就跟了我爸。 好歹她是我亲爸,有房子,有车子, 她做生意,物质上不至于太委屈了我。 可能她我缺失母爱吧。 我妈从这家搬出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她就给我领了的新妈回来。 可能她我一人孤单吧。 新妈还带着个后一般大的女孩。 圆圆,这是小胡阿姨, 这是小胡阿姨的女儿娇娇, 你教她姐姐,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哎呀,你看她原人长得多俊, 招人得很。 她和妈一样女人假模假式地看着我说, 提到招人这个字眼, 我爸的脸明显抽了一下, 一股怒气脉上眉间。 夸人就夸人, 但我妈干什么? 我可不想和你一家人影着球子子怎么说话了, 我看你越来越不是个东西了, 但你那个妈教得坏坏的我爸 瞪了眼睛脸着嘴, 一脸凶向骂向我。 身旁的母女二人, 有点掩饰不住脸上的幸灾乐祸, 小蹄子抢先发声, 爸爸,你别生原人姐的气了, 我给你垂直背哦, 你看他人呆娇娇, 就比你大两个月, 就这么懂事, 眼泪不争气地独框而出, 我逃跑式地冲进卧室, 用力关上门。 你再给老子摔门试试, 看我不打死你, 被你那个妈灌成这个调养, 门外是父亲发狠的声音, 但对母女还在一旁假惺惺的劝美着, 才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多讽刺啊。 爸爸带回的那个女人, 是他以前常理的同事, 和我那个风华绝代的妈比起来, 可以算是奇丑无比。 用我二婶的话说, 比隔壁里麻子媳妇还要丑上三分, 顶着一头鸡窝短发, 满口黄牙外包, 脸上的咕咕赫赫, 不仅屈黑, 还长满了大大小小的黄鹤斑, 因为长得丑, 十几年前丈夫出轨, 他又因子宫积流摘除了子宫, 前夫这才和他离了婚。 他一个人带着女儿, 孤苦无依, 这些年车不少苦, 也算可怜人一个, 可自己淋过鱼, 也不能撕了别人的伞巴, 比相貌丑陋还可怕的, 就是心眼更脏。 这些年里, 常理单身或不单身的男人, 老老少少能勾搭的, 他都勾搭了个遍, 多少次, 林丹老婆追到厂里扇她巴掌, 撕她头发, 闹到领导跟前, 最后还是靠着单亲妈妈这个护身符, 才让她勉强保住了工作。 就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女人, 被我爸当了宝。 爱屋及乌, 她的女儿, 也成了我爸的宝。 那天放学调破大雨, 自从我妈离开家以后, 这样的天气, 就再也没有人接我回家了。 我浑身湿透, 顶了比我身上还要湿的树包到家, 一身狼狈。 客厅的沙发上, 那个丑女人的孩子, 坐在我爸的大腿上, 嘴里还吃着180块钱一斤的车梨子。 爸爸, 娇娇以前没感受过父爱, 谢谢爸爸丢我买这么贵的车梨子, 谢谢爸爸对我这么好, 以后娇娇也会对爸爸好的。 他手抱我爸的脖子, 一脸撒娇地说道, 我身上的雨水滴答滴答落在地板上, 沙发上父子女校的二人才注意到我。 圆圆, 刚接完娇娇本来想再去接你的, 可娇娇说她从没吃过车梨子, 我看到水果店正好有卖的, 等买完你们学校放学的时间早就过了, 我想你可能都到家了, 就直接回来了圆圆快尝尝, 爸爸对我们买的车梨子, 可甜了你们吃吧, 那是你爸爸给你买的, 我可吃不起甩下这句话, 我扭头进了卧室, 听到门外二人的说话声, 爸爸, 是不是我说错话了 我不像圆圆妹妹这么命好, 能经常吃到车梨子, 我这是第一次吃, 就想把好东西也分享给她, 阴阴小绿茶说话一抽一抽的, 明显带着哭腔, 你看你说了这些话, 是人还是牲口, 你那个妈就把你浇成这狗样子, 人家浇浇好心, 顶你吃的, 你还在这皮搭搭如果刚才因为没接我, 他内心还有一次愧疚, 那么小绿茶的恶于眼泪, 让他这仅存的一点愧疚也荡然无存, 我和小绿茶的学校, 紧隔一条马路, 我爸开着车, 甚至一个红绿灯都不用过, 仅仅买个车梨子的时间, 就来不及了, 而且180块一斤的车梨子, 我也没吃过几次, 还都是妈妈买的, 上初一那年, 爸爸特意付钱, 让姑妈来我家做饭, 因为丑女人说, 我们两个要工作, 中午没人做饭, 可孩子们不能总是吃外卖, 自己的妈妈在身边就是好拿, 能随时想着自己的孩子, 要是我妈妈在身边就好了, 我不喜欢吃外卖, 不是真的不喜欢, 而是不喜欢和娇娇一起, 每次我点什么, 她都要和我一起, 自己却不下单, 事后也不会付钱给我, 如果我不点她的餐, 她整个中午就生生饿着自己, 等到晚餐时, 当得所有人的面, 在餐桌前不动筷子, 就一直默默流眼泪, 问什么都不吭声, 次数多了, 父亲只觉得我在欺负她, 披头尬脸的咒骂象, 拳头打在我的身上, 你就是看娇娇不顺眼, 一个女娃娃, 你心眼能能好一些, 是不是白天趁我们不再欺负她了, 娇娇你给爸说, 她怎么真你了, 看我不打死她刚还只是流眼泪的小绿茶, 背着一问, 哭得更凶吗,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但还是一声不吭, 什么都不回答, 只要我不点她的餐, 她就能天天哭, 我就得天天挨骂, 点了她的餐, 我的伙食费就用得很快, 每到月末前不顾时, 问父亲要, 他总要数落我花钱大手大脚, 人家交交几个月都不要一次, 是啊, 一个人的伙食费两个人花, 又怎么能顾呢, 一个人的爸爸, 变成两个人的, 也会不顾吧, 姑妈没做几个月的饭, 就被爸爸赶走了, 起烟还是她, 我从小就是肉食动物, 家吃外卖也没怎么好好吃, 姑妈做得可口健康, 每顿我都能多吃好几碗, 有次姑妈做了一锅羊肉手抓饭, 知道我爱吃肉, 姑妈挑了不少的肉, 放碗里, 轮到娇娇了, 她哼哼唧唧不说话, 但天挤出几句, 姑妈, 我从小就不喜欢吃羊肉, 抓饭你帮我成一点点就行了, 多吃点肉对身体好, 你少来两块吧, 我真的不吃肉, 这一点点米饭就可以了, 那你确定哦, 就给你盛点米饭, 她点点头, 可翻到了眼前, 她又变了卦, 又是不动筷子, 使劲掉眼泪, 姑妈看得着急, 嗓门不自觉地大了些,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有事说是, 别整得我们固执虐待你一样, 好巧不巧, 我爸回来了, 一脸气急败坏, 娇娇跟我说, 你们不让他吃肉, 我还不信, 看看你们做了好事, 饭就剩重点, 一个肉渣都没有, 三岁孩子都吃不饱姑妈挤了, 单着拉拉我的袖子, 圆圆也在场, 你让他说说, 是不是娇娇自己说不吃肉的没错, 他自己说, 从来不吃羊肉的我点点头, 证实姑妈的说法, 呜呜呜呜, 爸爸, 其实不吃肉就吃点饭, 我也可以的, 我不是姑妈的亲侄女, 她把肉都给圆圆我能理解的, 求求你不要怪姑妈和圆圆了, 好孩子别哭了, 爸爸知道你懂事善良, 爸爸心疼地摸着小绿茶的脑袋, 以便安泪道, 转头就对, 我和姑妈变了脸, 姐, 我知道我娶了娇娇他妈, 你们看不上肯日子是我自己过的, 你有啥想法, 别针对孩子今天是我亲眼看见了, 你们姑子两个在这和起伙来欺负娇娇, 那我看不见的时候, 指不定你们还出示什么幺蛾子呢, 这月做饭的钱我放着了, 下月你别来做饭了, 什么的大家都不开心姑妈飞脸, 本不想和正在气头上的我爸争吵, 但看了一眼还在旁边出气的小绿茶, 忍不住张了嘴, 忙老五, 你真是里外不分, 满脑子大愤江湖, 哪天被这两个贱蹄子, 骗得棺材本都没了, 你就能认出来真假了, 说吧, 姑妈解下腰间的围裙走了。 小绿茶哭得抽抽哒哒, 一双不大的眼睛透光镜片, 露出胜利者的得意, 长期吃外卖营养不良, 我没有天天多开小灶的妈, 也没有多余的钱逮上伙食, 握得面黄肌瘦, 小绿茶母女却越过越滋润, 钱真的是养人精气神的好东西, 过去出了名的丑女人, 在我爸每年十几万的护肤品滋养下, 气色欲发好了, 人人夸她老来翘, 二婚嫁的好男人。 小绿茶, 吃穿用度, 无疑不是奢侈品, 她早就不是那个吃上180块, 一斤车梨子, 就能高兴半天的穷丫头了。 现在开口都是, 爸爸, 这学期有个夏威夷游学, 我想去, 爸爸, 稀饭稀新出了款包, 人家好像要啊, 我爸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家的房子越换越大, 车越换越多, 这娘俩的胃口也被越位越大, 大到已经容不下家里这个多余的我。 老公嘛, 交交下周, 就去夏威夷游学了, 得好些时间呢, 要不咱们让原人住校吧, 家里也没人照顾她行, 就按你说办吧, 原人都不成气的东西, 让她那妈惯坏了, 放学校让老师好好管管, 我好像没做什么使我不赦的事, 但这些年代父亲也。 我俨然成她口中那个无学无术, 叹逆, 乖张的败家女。 游学, 品牌包, 这些我想都不敢想。 上的学期张口要200人的补课费, 就被打了两段耳光, 被骂我和我妈一样下见。 原因是她不知从哪里听说, 补课费是假, 我用这200元是来接济笑碗 那个混混男朋友。 一切子虚乌有, 但她却信以为真, 或许在她心里 我就是这么不开一个人吧。 果然成末期, 果然, 有了后娘, 就有了后爹。 住校很好, 至少比那个乌烟瘴气的家 好太多了。 食堂的饭不可口, 但足以填饱我的肚子。 每月生活费 也会通过学校打到我的账户, 不用再为了几百元, 难以启齿。 住校的那些日子, 我像小草般贪婪地吸收着阳光, 只为长得快点再快点。 我对知识的渴望亦是如此, 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改变命运, 只有飞得更高更远, 我才能飞离不属于我的家。 在学校, 我成绩名列前茅, 已经极尽低调。 可即便这样, 校外的混混 时不时还会找我麻烦。 每逢周末我并不回家, 只在校园周边购买日常用品。 哟, 这不是我那个年纪第一的女朋友吗? 是出来陪我的吗? 刚出校门, 等在商店门的黄毛, 一个剑步冲到我身边。 我不予理会, 转身就要走。 黄毛一把托住我的胳膊, 朝着校门门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声喊道, 你们来看到我的这一女朋友让我涉了一年了, 上学期还用生活费, 老子我买烟呢, 现在成年纪第一。 就不认老子啦, 你们快来看到这个水清洋花的贱女人, 和她那个被人捉奸戴床的妈一样下贱, 没有人能为我撑腰。 我只能忍耐, 可最后一句彻底激怒了我。 我与黄毛牛打在一起, 可男中究女力量悬殊, 脑袋嗡嗡作响, 嘴巴里满尸体秀味。 黄毛的脸上也被我抓伤, 我的手上鲜血淋淋, 不知是她的还是我的。 这就是个臭婊子, 被人射过了, 还在这种清高, 我被门口值班的保安拉进学校, 向门口还回荡的远处黄毛的叫嚣声。 回到宿舍, 手上传来钻心的疼痛, 小拇指不知什么时候只剩皮肉, 又怎会不痛? 这件看似闹得轰轰烈烈的事情, 还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初三啦, 学校不想节外生枝, 我也不想把精力花在除学习以外的事情上。 更重要的是, 没人会为我出头。 我爸不会相信我, 他只觉得是我在惹事生非。 中考放榜那天, 阳光明媚地似乎让我忘记了这几年的阴霾。 我考得不错, 分数足够上本市的重点高中, 而且分数高, 学费, 住宿费全免, 若成绩够好的话, 还会有额外的生活补贴。 这意味着, 未来三年, 我都可以不用再回那家了。 不用再过伸手要钱, 看人脸色的日子。 但现实总会抵你响亮米以及耳光, 来不及反应。 老公啊, 娇娇这次去夏威夷游学, 听说美国现在护工和做美甲可赚钱了。 很多华人过去几年, 就能买房买车拿身份, 是呢? 爸爸, 如果不是我这次申请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高中, 我都想去学个美甲专业呢, 不光能赚钱, 还能得自己做指甲。 多好呀, 就是地, 老公, 你看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 好多大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 你看袁任这不才中跑完吗? 我们也得为他打算一下。 吴端提到我, 就知道这俩绿茶没编好皮。 果不其然, 没说两句就把话题引到我身上了。 那你想怎么打算呢? 我爸显然还没明白这话里有话的含义。 哎呀, 与其让袁院到时候和一帮本科生抢工作, 不如现在让他学个美甲或者护工, 学完胆门把他送到美国去就业, 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我的心跳加快, 一股从头到脚的含义起来, 发疯时地喊道, 凭什么你的女儿就可以去夏威夷游学, 读美高? 我就要放在全市重点高中不读, 去修别人的脚趾甲和伺候瘫痪的病人。 而且, 三冬可以免我的住宿费和学费, 不用花你们的钱, 我是我爸的女儿,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安排我的人生, 你们算什么东西啪的一声, 以及响亮的耳光, 打得我耳末嗡嗡作响, 打碎了我是我爸的女儿的幻想, 她轮圆了胳膊, 似乎刚才的那一巴掌并不起气, 你还知道我是你爸呢, 你在外面干的那些丑事, 不是你小胡阿姨给你出面几句了, 你还以为自己能站到这里狗叫吗? 我捂着脸, 强忍的脸上火辣辣的疼恩的, 我干了什么不要的脸的事, 你和那个黄猫小子的丑事, 巷门口多少老师和同学都看见了, 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小小年纪就不自爱, 和你那一下贱的妈一路货色, 要不是你小胡阿姨突然找了校长, 你以为自己还能有学习考试吗? 我还想争辩, 那女人接过话茬, 打起圆场, 好了好了, 圆圆, 再别让你爸生气了,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你爸现在身体不好, 你做女儿的, 该体谅一下吧, 就按你小胡阿姨说的办, 别再想去什么三东多人县演了, 暑假结束, 就赶紧去学个技术, 这些事情没得伤呢, 她猛的一拍桌子, 一阵剧烈的咳嗽后, 愤愤地对我说, 那个暑假, 我胶着得如同肉锅上的蚂蚁, 只为寻求任何可能的机会, 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麻绳专挑戏出段, 命运也和我开了一个巨大的蛮笑, 妈妈在婚了, 当我得知消息时, 她也怀有八个月身孕, 即将临盆, 结婚对象是她的初恋, 仆价即便知道她是二婚, 也待她不错, 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妈妈离开家后, 她我爸因她的原因迁怒于我, 她不找我, 也不让我去找她, 只会偶尔托人塞钱给我, 她过得不易, 我不怪她, 平时再大的委屈我都忍着, 就想着哪天遇到看不过去的难处了, 再去寻她, 可现在, 她来之不及的幸福, 我不能, 也不忍去打扰, 接到班主任张老师电话的那天, 我整个人是绝望而冰凉的, 恭喜你呀, 王源, 起初以为她是祝贺我被三冬录取了, 便想将难以启齿的困难告诉她, 可她接下来讲的话, 彻底击碎了我的幻想, 你妈妈说你要去美国读高中了, 所以让我把填报的志愿撤回, 她说, 以后你肯定是要在美国读大学的, 学籍用不上就注销了以后在美国, 也要好好学习呀, 千万别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她后面说了什么, 我已听不清楚, 只记得志愿撤回, 学籍注销, 这些足以击碎一个15岁女孩的心系里防线, 我明明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可有的人不仅要让我从高空这一下, 还要将我踩进泥闹, 狠狠跺上鸡脚才肯甘心, 人心怎么能坏成这样, 因为有些人天生坏种, 如果我心智弱些, 可能就从15层的教学楼一跃而下, 或者一头扎进高速飞驰的车流中, 草草结束我15岁的生命, 可这样事实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的母亲会一辈子活在愧疚和难过之中, 小绿茶不仅会在美国读完高中, 还会在美国读完大学, 丑年人还会用那一年十几万的护肤品, 在别人的公文生中过得自在逍遥, 我的亲生父亲或许会有短暂的内疚, 但很快会迷失在绿茶母女编织的温柔箱中, 只当是失去了一个卑劣, 下贱的女儿, 仅此而已。 那个夏天,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学籍没有注销, 只是被迁走。 我还有书可读, 不过不是高中, 而是高职。 在距离一家三百多公里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 我开始学习如何搓指甲, 努力认真的人, 似乎做什么都不会差。 三年的学习, 我的美甲水平已成为行业翘楚。 凭借着扎实的功底和不俗的审美, 我不仅赚够了三年的学费, 还存下了第一笔创业资金。 那一年, 我十八岁, 他们自然是不会兑现高职毕业 送我去美国进修的诺言。 毕竟, 一开始, 那就是个谎言。 还有, 我爸的生意, 近两年受政策影响, 每况一下, 公小绿茶在美国读大学, 已实属勉强。 那年除夕, 是我三年以来第一回所谓的家, 只为迁出户口。 远远, 我听你姑妈说, 先带自己做美甲工作室, 当老板牢看吧, 当初多亏我和你爸给你做的选择, 要不现在工作都找不上原本我爸面如长色, 但听了丑女人的一通话后, 心中一股怒火, 瞬间被点燃。 没有良心的东西, 几年不回来, 想没你赚了两个, 臭钱甚至见她发了火, 丑女人经依反常态地劝慰起来。 好了好了, 老王别生气了, 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圆圆呀, 你知道的, 爸妈公司现在不仅气了, 可是圆圆在美国读书还是要很多钱的, 你现在条件好了, 阿姨知道, 让你拿出一些钱, 贴不及就有点过分, 可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啊, 就当是帮帮我和你爸爸, 可以吗还真是计光算尽, 人竟然可以无耻恶心到如此地步。 不光算尽我爸的钱, 现在连我的鞋也要洗。 我没有责任和义务负担你女儿的开销, 三年来我也没有花过这家一毛钱, 大学要是没钱读了, 回来我教她搓指甲, 以后照样可以去美国, 这是你们三年前对我说的, 丑女人背弃的胸脯一股一股, 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 小绿茶不甘示弱, 拉着我爸的衣角, 已经抽气起来。 爸爸, 那娇娇不去读大学了, 我不能让你和圆圆妹妹没难, 不读书我没关系的喝娇, 这都多少年了, 你这绿茶的水平能不能有点长进, 你没眼腻, 我都看腻了, 吃了几年白人饭, 你是长了猪脑子吗, 有点屁事, 你就哭哭哭, 打小你就这样, 不比你点卖卖, 你哭, 自己说不吃肉, 姑妈没给你盛, 你还枯装柔弱, 半可怜, 就我爸吃你这套, 要是哭有用, 你去白骨门口哭哭, 看能不能抵你免续费, 你和你妈带的那些烟渣事, 以为我不知道吗, 校门口的红毛, 是你们安排的吧, 找校长老师, 汉四世为我解决问题, 其实是想把我名声败坏得更彻底, 让我没办法参考中考, 对吧, 学籍原本是想注销的, 可是高职答应, 比你两千块的人头费, 你才让我取赏的, 也没错吧, 还有你, 我只像那个我称为爸爸的人, 这些年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把对我妈的恨强加在我身上, 任这对母女搓磨, 她又是一记熟悉而响亮的耳光, 话还没说完, 昨脸火辣辣地生疼起来, 你他们现在翅膀硬了是吧, 赚揽不出钱了不起啊, 看老子能不能管得住你还想牵后口, 门都没有, 除非我死老头子倔强地撂下横话, 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 而我, 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只能忍耐的我了, 离开家的第二天, 我给小绿茶在美国的大学教务处发了封邮件, 揭发她中考成绩造假, 以及在校期间勾结社会人员, 对我进行校园霸凌的事实, 我英文一直不差, 当时知悉内情的同学, 很多人正在美国知名高校就读, 他们都为我提供了书面证明, 中考成绩造假, 很容易查清, 而美国对于学生的诚信尤其看重。 校园霸凌不过是佐证她品德有亏的辅助而已, 不出意外的, 她不仅在美国读不了大学, 不日也被遣返回国。 她回国的那天, 我给她发去了祝贺短信, 恭喜你娇娇, 不用再为美国留学的学费担心了, 妹妹可是查你不少资料, 带托不少同学, 这才想爸爸让你回国呢, 我说话算数, 你来我工作室学搓指甲, 免费到新满意足按下发送键, 不过一分钟, 电话声响起, 我按下机听键, 我吸你妈的, 你个婊子养的, 你和你那一贱人妈一样下贱, 就干这种龌龊的事, 我要把你撕碎了, 我要让爸打死你, 听得对面的乌言晦语, 我并不生气, 缓缓说道, 咦, 现在怎么不哭了, 小绿茶, 被人算计上不了学的滋味不好受吧, 不过, 我这和你们比起来, 可不叫算计, 你们是就游自取, 挂到电话, 安静几日, 老头子竟然没因为这是打电话骂我, 因为他公司的事情, 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 消防部过关, 审计又出了问题, 还有一批劳动仲裁, 等待赔偿, 现在做生意, 和十几年前不一样了, 公司运营各方面都得合法合规, 不是过去靠这里打点一下, 那里有个熟人就能几句根本问题的, 他还是过去的老思想, 不仅政策的点子踏不上, 还总想得钻法律空子, 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大量裁员, 可是却不愿支付赔偿金,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美事, 乌鲁片逢连业语, 当然, 我也使了点自己的小手段, 政务网站公开透明, 每个领域都有监管平台, 他自己经营得有漏洞, 就别怪我去揭发检举了, 过去, 我未成年, 还念极耐一点点的妇女之情, 现在, 他堂而皇之, 让那对母女吸我的血, 却那么理所应当, 这样的父亲, 不要一霸, 来到户籍大厅, 向工作人员说明原由, 户口势力签出, 不需要征得原户主同意, 我有钱有能力, 不愿再与那样的家庭那样的人, 有任何牵连, 这几年, 听姑妈说, 她的公司经历几次重创, 逼临倒闭, 丑女人的公司几经一手, 退休时才知社保十几年断脚, 明明到了退休的年纪, 却不能退休, 我爸拿不出十几万, 为他补脚, 他这些年, 大手大脚挥乎惯了, 自来也没有存款, 见六十岁的人了, 只得学那份保洁的工作重头开始, 那些年十几万的护肤品, 他是都白用了。 至于小绿茶, 因为学历造假问题, 每高三年成绩被取消, 学籍出国前就被他妈注销了, 不能在国内继续读书, 限制有国内的初中文凭, 不需要学历的工作, 他不愿意干, 需要学历的工作, 根本看不上他。 天天窝在家里, 靠两门人养着, 就是他的全部生活。 贫贱夫妻百日哀, 不是每个女人都像我妈那样, 可以同甘共苦的。 过去我爸赚钱, 养着绿茶母女, 他们自然捧着伺候着。 现在落魄了, 本就是半怒夫妻, 自然没那么多笑脸相陪。 这天, 我接到了我爸的电话, 他语气难得的好, 我原以为是他几经臣服, 看透了人性, 就我这亲生女儿心生愧疚, 才打了这通电话。 可我, 又一次低估了人性的恶。 园园, 咱们家那个老院子要拆迁了, 一共分三套房, 我和你阿姨商量, 想的是我们住一套, 再出租一套, 租金点阿姨交社保, 她就不用出事打工了, 那个娇娇现在没工作, 想得给她一套开工作室, 你看可以吗? 那套院子是我爸妈的夫妻共同财产。 当时房价没起来, 谁也没摆一套院子当回事, 但我妈留了心眼, 离婚协议中约定, 将那份院子的产权一份没三, 我爸, 我妈, 我三人各一份, 待我成年后, 自动获得我妈的那一部分。 他们理所当然地霸占我妈那一份, 现在连我的那份也想夺了去。 电话这头我冷冷地打道, 不可能, 你们想都别想, 防罪我和我妈的份, 你想养马皇自己养, 别搭上我, 果然, 话音刚落, 电话那端熟悉的谩骂声响起, 你这个狗娘养的, 和你那月贪财的妈一样无情, 真是婊子生婊子, 无情无疑, 夺不到想要的, 她还真一秒都不想装的。 她的重骂, 彻底骂醒了我, 不再顾念那根本不存在的亲情。 言细律师, 起诉, 立案, 我不仅要拿回属于我的房子, 还有公司的股份, 他们当时协议约定, 不仅将房子一分为三, 公司股份划分也是如此。 我现在没假生意做得丰收水起, 本不在乎这三瓜两枣的, 但既然你们在乎, 那我就只能拿回来咯。 开庭中,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我毫不费力就拿回了属于我的东西。 当法官宣布完判决结果时, 我爸越过被告习, 冲到我的眼前, 又是一巴掌, 嘴里还叫嚣着,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谁是老子, 谁是孙子, 你个婊子养的, 我打死你, 我捂着脸, 冷笑道, 爸, 为了这两目绿茶, 你还真是老脸和老命, 都不要了呢, 幸亏法警及时出手制止, 否则我挨的就不只是一巴掌。 庭审结束后, 他已扰乱法庭秩序, 被行政拘留十天。 他拘留期满见满的那天, 我又以他故意杀人罪位随提起刑事自诉, 并附带民事赔偿。 我当然知道他在法庭说, 打死我只是气话, 可庭审录音录像都是证据, 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就是想打死我。 法官当然不会给他认定 故意杀人最未遂的罪名, 但是民事赔偿才是我想要的。 除了那套住房, 他能赔偿的只剩公司的股份, 这正是我想要的。 加上我和我妈的股份, 我对公司发展具有绝对的控制权。 经历两次败诉和一次拘留, 他早已没得平时的嚣张气焰, 一双瞪得老圆的眼睛似是要吃了我。 可我知道, 他什么也做不了, 再也不能伤害我了。 公司被我接手后, 逮做穿戴假生意, 出口到整个东南亚市场, 效益已几何倍数增长。 再次得知他们的消息, 已是一年以后, 小绿茶疯了, 为了赚块钱, 被一个五十多岁的富商保养了, 还为对方生了一个儿子, 只因为老男人许诺他生下儿子后, 全家移民去美国。 儿子是生下来了, 可是老男人却跑了, 等找到老男人时, 才得知根本不是什么富商, 不过是有钱人家的管家而已。 美国自然是去不成了, 一时想不开, 人就疯了。 小绿茶的妈, 不仅要打工交社保, 还要照顾疯女儿和强保中的小孙子, 至于我爸, 不仅帮不了他, 还承认他的累赘。 自从彻底失去了公司股份后, 我爸就中风了, 现在偏瘫卧床。 丑女人得他租了间棚户区的自建房单独居住, 将空出来的房子, 对外出租收租金, 照顾室肯定没人照顾的, 几天去送吃饭, 看他人断没断气就行。 姑妈去看过一次, 说是身上长满了褥窗, 使尿等排泄物, 就堆在床上没人打扫, 床头的饭食像是搜好多天的了。 我爸嗯嗯啦呀的说不出话来, 见到我姑妈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和笔话。 或许他现在后悔了吧, 不过谁又知道呢? 曾经的他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和盛气凌人, 打我就像打路边的流浪猫狗一样顺手。 所以他身带了一切,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明天我就要坐上前往美国的飞机。 不过不是去深造美甲, 而是考察美国的穿戴甲市场, 下一步,公司的目标就是欧美市场。